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一方面呢 今天有比较重要的关于澳大利亚的这个房贷的数据公布 那么我们看这个数据呢 应该来说总体的表现呢 是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状态 无论是这个总体的这个整个六月份的这个房贷的许可建树的增长 还是这个房贷的额度增长呢 都是保持这一个正增长 但是呢 增长的幅度非常小 都百分之零点几 那么其中呢 比较明显的是这个房贷的这个额度的这个增长啊 比一年前或者半年前呢 都有比较明显的下跌 尤其是自住房的这个贷款的许可额度呢 较一年之前呢 下跌了有百分之十二之多 这个应该说还是体现出了一些目前市场上逐渐逐渐在降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当然了 目前没有任何数据或者任何景象呢 表明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突然间进入下跌的中期并没有 只是说这个上涨的这个速度啊 在比较明显的这个放缓当中 那么如果从这个比例来说的话呢 随着一系列的调控措施出台呢 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是显示澳大利亚的这个投资房房贷 占这个总的房贷的这个比例呢 有所下降 而澳大利亚的自住房的房贷呢 占整体的这个房贷的比例呢 已经呢 上升到了15年2月份以来的一个最高位 就是说差不多应该是两年半以来的一个新高 那么也体现出了此前一系列针对这个投资房的这样的一种遏制措施啊 包括比较多的将这个投资房和自住房的这个房贷利率呢 进一步的拉开 包括对于投资房房贷的这个审批的收紧 以及对大量的这个海外人士这个买房的审批的收紧呢 都这个多多少好促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状况 应该说目前状况啊 是监管机构比较乐于见到的一个状况 他们也希望可以控制房地产市场的这个过快的这个上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但是也不希望市场出现崩溃 同时呢 想要控制投资房 让更多的这个自住房的这个购买者的进入市场 可以提供给人更多的人一些这个居住的这个场所 那么呢 从这些数据来看呢 这个应该说这个都体现出了这个澳大利亚这个房地产市场逐步降温的现象 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再去跟最近公布的一些其他数据比较的就显得更加的明显了 那么其中呢 包括这个最核心的是房价指数 那么整个7月份的这个房价指数来看的话呢 几乎在所有的主要的地区和首富城市呢 房价的这个增幅呢 是有比较明显的放缓 那么月率的这个增幅呢 都只有百分之一点几了 那么季度的这个增幅呢 是比较明显的出现了下降 尤其是有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季度的这个负增涨 那么年度的增幅呢 也已经是回到了这个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这个状态 那么应该说都从各个方面来看 都体现出了一个这个房地产市场在降温的现象 那么呢 这一次我们专门来讲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在于说这次公布的是一个6月份的数据 我们知道非常多的地区和州政府呢 在6月份和7月份之间呢 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房地产政策的一些变化 比如说这个印花税这个优惠政策呢 在这个6月份这个截止 而7月份之后呢 像维多利亚州呢 这个印花税的优惠呢 就已经被大幅度的削减了 因此呢 事实上6月份的这个比较温和的增长呢 也是带有一定的隐忧 为什么呢 因为很有可能有很多人敢在这个印花税的这个优惠政策之前呢 进入了市场 而很有可能在7 8月份呢 会出现出一个市场比较冷清的状况 那么至于7 8月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这个未来的这个房产交易的这个走势呢 当然还有待观察 但是无论如何从这些种种迹象来看呢 都显示出应该整体的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周期的顶峰已过 目前呢 是在从这个周期的顶峰逐渐下滑的过程当中 那么究竟会下滑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低谷到底是短暂的还是比较长时间的 那么未来的房地产市场是维持一个低增长呢 还是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下滑 目前来说呢 还不能给出非常肯定的答案 但是至少从趋势来讲呢 未来一到两年的房地产市场 恐怕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如此的繁荣 甚至带有一定的泡沫的程度 而且呢 在一些特定的市场 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公寓 新建的公寓 楼花市场可能未来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 我们多次在节目当中提到呢 由于两方面的监管措施 一方面是澳大利亚这个本地的这个银行 以及呢 这个外资的这个投资审核委员会呢 对于海外人是购买楼花的限制越来越多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主要的这个 澳大利亚的这个一些房地产的海外的资金来源啊 很多是来自中国 而中国对于资金出境呢 目前的这个控制也是非常的严格 这两方面的因素叠加呢 使得已经有很多的地方的一些公寓市场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不少地方出现了楼花的一个这个亏本的这个转让的需求 那么在这之外呢 最近又有一个新闻的也是比较有意思 那么这个新闻呢 是中国最著名的这个房产集团这个万达呢 此前曾经持有两个比较大的标志性的这个地块 那么一个呢 是在信尼 一个是在黄金海岸 那么这两个地产的最新有消息称呢 万达可能是受制于这个中国政府以及银行呢 对这个 该企业的一些这个负债的这个压力啊 正在寻求抛售这两个非常大的项目的这两个项目的 总价呢 可能在20亿澳元左右 那么呢 这个呢 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 当然呢 万达本身出来呢 进行过一次辟谣 表示呢 所有的这个工程呢 都在正常的进程当中并没有想要立刻出售 但是无论如何呢 这体现出了一种另外一方面的引用 我们知道在过去几年啊 有大量的中国这个大型的和中型的一些这个房地产开发商 进入了澳大利亚市场 直接在这个上游的这个开发端就开始进入市场 那么 这样一些企业呢 因为房地产的这个行业的原因 一般都有比较高的负债和相对比较紧的资金链 那么他们原本又是从中国的这个资金出进来 澳大利亚进行操作 那么目前呢 由于中国的资本管制 以及呢 专门对于一些这个高负债的 这个高杠杆的这个房地产企业的一些调查呢 使得未来一段时间甚至不排除一些地产商 这个层面的这个资金撤进的这样的一种风险 那么这个风险如果出现的话呢 可能会进一步给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呢 产生更多的压力 当然了 现在还为是过早 但是呢 我们起码看到了一个越来越多的这个 情景和越来越多的条件呢和环境呢 都使得未来澳大利亚房地产市场呢 面临着一个逐渐转等的趋势 那么我们希望呢 不会出现一个超级大的滑坡 而只是回归理性和一个这个正常的整理的阶段 那么这个呢 才是对所有人来说更健康的一种市场情况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澳台聚焦的所有内容 先前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